第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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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立場作草酒 再聯絡 你別相信他們 你沒得選 你為何沒得選 你不是想抱著女兒一起死 道果善其實是兩兄弟 貝天娥和鄧子丹的關係 是一個信任 因為是一個派他進去做臥底的警察 他不會了解臥底的問題 所以信任 朋友的信任 工作上的信任 很默契 故事吸引 第一 第二 導演的偉順 一直都合作 去談劇本的時候 會有默契知道 究竟這是他想拍甚麼故事 因為動作方面會知道他很出色 所以我覺得拍一部如果是苦的警匪片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其實跟古千樂合作兩次 我覺得他這次第三次合作 我覺得他值得我尊敬 就是他很專業、很用心 真的比起我第一次認識 他拍巴黎營電的時候 他已經很專注 很欣賞 很欣賞專業的演員 他還沒上位之前坐在那裡等 很有耐性 他會跟我說你不用急 有時候在當期方面 說你最重要拍好一點 其實這部電影拍攝的時間裡 大家都是… 我和導演因為都不是抵擇 所以在談的過程裡 大家都是有商量的 盡量只有目標做好這部電影 所以有很多過程裡 我都會跟大家一起去談一下 怎樣可以令故事更加好看 更加吸引觀眾 而且那個角色 其實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或者一層演員去表達出來 總之我其實想做的事 就是不是大家以往看到的一個 港式警匪片 或者是臥底的戲 因為可能大家看不少 想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會有另一個想法給觀眾 那究竟… 這是一個什麼想法呢 希望大家到時看完之後 自己有一個靈魂 就是一個靈魂的角色 把握頭和對手 那些人的角色 那些人的角色 就是一個臥底的角色 但是最後… 因為臥底工作 已導致自己的腳殘疊了 所以在後半段 反而是說這個警察 如何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掙扎 但是又要面對他的兄弟 我倆是一個相反 主張以暴易暴 我就主張化律 所以在這麼大的矛盾之下 看看這部戲是如何產生的 最後是如何用我們的方法 去制裁那些華人 可是我家是用力搏的 Anna, 套制服不是讓你用來穿著威